好,那么啊,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说今天这块内容啊,那么今天这块内容呢,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显示这个啊,用户中心个人订单页面的时候啊,我们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啊,显示一个图片的时候,我是直接.image.ul啊,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说最终,我们页面上啊,所有用的图片的这些图片呢,我们需要给它上传到这个,哎,分布式的文件存储系统啊,也就是我们的FastDFS,哎,这个系统里面, 那么这个系统呢,首先我们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FastDFS啊,那么FastDFS呢,在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文档啊,发了一个文档,在这个文档里面呢,有一个啊,FastDFS,哎,分布式存储服器啊,它的一个简介,那么这一部分的话,FastDFS首先看一下啊,它呢,是一个,哎,C元编写的啊,C元编写的啊,一个开源的啊,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说,它之前呢,它就是淘宝的一个架构师啊,叫于庆,那么,它呢,写的这样一个啊,存储这个淘宝商品图片的一个系统啊,后来呢,把它开源了啊,就这个FastDFS, 那么,FastDFS里面呢,它呢,就给你提供这个文件的,哎,上传,还有这个下载的一个服务啊,一个服务,那么,FastD,在FastDFS这个系统里面呢,有关键的两个地方啊,一个呢,叫做TrackServer,还有一个叫做StorageServer啊,那么这个TrackServer呢, 它呢,它呢,是负负这个调度啊,负负管理,最终存储图片的地方呢,是这个StorageServer啊,最终这个文件的上传和下载是通过这个StorageServer的啊,TrackServer呢,就是一个调度啊,一个调度啊,StorageServer呢,作用呢,是用于这个文件呢,进行存储啊,进行存储,那么, 其实呢,这里面呢,哎,你记住几个名词,就是TrackServer和StorageServer,那么Storage,TrackServer呢,我们说它是调度,哎,我们通常呢,把它称为这个,追踪服务器和这个,或者是这个,调度服务器,然后StorageServer呢,它的作用呢,即是进行这个文件的,存储,所以呢,它呢,我们把它叫做,存储的,服务器啊,进行存储的服务器啊,OK,哎,这它里面几个名词,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在我们这里面呢,哎,FastDFS,它的基本的一个,哎,构成啊,基本的一个架构,那么,你呢,通过这个客户端,你需要呢,去往FastDFS这个系统上,去上传一个图片的话,首先,这个Client呢,它需要呢,去,请求这个Tracker啊,请求这个Tracker,那么这个Tracker这边呢,它可能,是一个集权啊, 它可以是一个集群,就里面呢,可以有很多TrackerServer啊,这个集群里面呢,每一台机器之间呢,它们的地位呢,是平等的啊,听懂的啊,就会有一个TrackerServer呢,给你进行一个服务,你只要Client的,你需要呢,去上传一个文件,就会有一个请求呢,先去请求这个,Tracker啊,请求Tracker啊,然后这个Tracker呢,我们说呢,它的作用呢,是调度啊,它并不会存储这个图片, 它会从,它后面管理的这些,Storage Server里面呢,给你取出一个对应的组,注意啊,Storage这个里面呢,它可能也是一个集权,它是分组的啊,一组之间,哎,这一组,这一组,哎,这一组啊,那么组之间的,这些机器之间呢, 它们呢,是互为备份的啊,互为备份的,那横向的这个呢,每一个组之间的存储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OK,Tracker里面,你一上传文件,你去请求这个Tracker,Tracker呢,就会从这个后面Storage这个群里面呢,给你取出一个,取出一个Storage Server,哎,告诉你,你这个文件呢,你可以上传到某一个Storage Server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啊,Client呢,他就会请求对应的这个Storage, Storage,然后Storage呢,在保存完之后,他会给这个Client呢,返回一个文件的ID啊,文件ID,哎,其实呢,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在这里面,就是,哎,你这里面,假如说你通过一个客户端,哎,你要上传一个文件的话,我们放在DFS上面,你要上传一个文件的话,在这里面,我想,假如说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哎,客户端,哎,Client,我要在这个上面呢,去上传一个文件, 上传到哪里呢,我要上传到FastDFS上面,那么,你首先呢,你应该呢,客户端,他去请求谁呢,他应该去请求这个,Tracker啊,也就是,跟踪服务器,哎,Tracker Server啊,Tracker Server,就在这里面,Tracker Server啊,Tracker Server,好,请求他,那么,你在这里面,你去请求他的时候啊,请求他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呢,就是,Client,先去请求我们的Tracker Server啊,那么这个Tracker Server呢, 他后面就管理着这个,哎,Storage Server啊,管理着这个Storage Server,哎,就在这里面,哎,Storage,我们再来一个,啊,这个呢,叫做我们的Storage Server,哎,就存储服务器啊,在这里面, 好,那么这个Storage Server呢,你要注意啊,Storage Server呢,我们说,他呢,哎,可以呢,是一个集群啊,他可以是一个集群,就他里面呢,可以有很多Storage Server啊, 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呢,可以呢,组成一个集群啊,组成一个集群,那么,Tracker Server呢,本身啊,你就注意,Tracker Server呢,他也可以是一个集群啊,也可以是一个集群,哎,那么,你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画这几个啊,而你在这里面,首先呢,你去,请求这个, Tracker Server的时候,那么这个Tracker Server呢,他呢,就管理着他后面的这些Storage Server啊,他会去,哎,找到一个,你这个文件,你可以呢,存储到哪一个Storage里面啊,你可以存储到哪一个Storage里面啊,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Storage对应的这个地址呢,返回给你的, 客户端啊,返回给你的客户端,那么,客户端呢,他现在呢,他就知道,他这个文件呢,应该上传到哪一个Storage里面去了啊,所以呢,在这边,一旦他知道之后,哎,这个客户端呢,他就会把这个文件呢,上传到对应的,上传到啊,我们对应的Storage Server,哎,这边,哎,请求上传, 然后上传完之后呢,这里面这个Storage Server呢,他再去,保存完之后,他会给这个Client呢,返回一个文件的名字啊,他会给他返回一个文件的名字,就在这里面,需要呢,给他返回一个文件的名字啊,文件的名字,OK,那么,这里面呢,是我们啊,哎,FastDFS里面基本的一个,哎,几个东西啊,Tracker Server,还有这个Storage Server啊,Tracker Server,哎,跟踪服务器,那么,Storage Server呢, 这个,存储服务器啊,那么,你知道他之后,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啊,为什么会选择这个FastDFS,而不使用我们之前啊,将过本身的这个文件保存的系统啊,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啊,之前的话,我们呢,去保存一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去保存一个文件的时候啊,就你通过浏览器,你去上传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就呢,你在这里面,哎,通过你的浏览器,比如说,我通过, 后台管理页面啊,我要去保存一个文件,哎,我首先,我去访问这个,后台管理,页面啊,在这里面,哎,你在这里面,这个,后台管理, 后台,哎,管理,那么,假如说,这是浏览器啊,这是浏览器,那么,浏览器呢,我们首先呢,这边呢,就是这个,对应的, 将过啊,对应的将过,那么,啊,将过的,哎,服务器,那么,浏览器呢,他要去上传一个文件的话,浏览器这里面呢,首先,哎,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管理页面呢,上传图片啊,通过,哎,这个, admin页面,那么,通过我们的,admin啊,页面,那么,上传图片啊,上传图片,那么,这个上传图片的话啊,按照我们默认的来说的话, 你点,你选择好文件,你点击这个上传呢,那么,这里呢,就会给你的这个,将过服务器呢,发一个上传文件的, 请求,啊,请求啊,那么,这里面,请求,比方说,在这里面呢,他就是请求这个上传的文件啊,请求,上传,文件, 那么,请求上传文件的话,在将过服务器这边呢,默认的话,他给你把文件保存在哪里,就默认的话啊, 哎,他是不是保存在你,my dear root指定的这个目录下方,对吧,my dear,my dear,哎,root,哎,比如说,在这里面,我设置一个东西,对吧,os.pass, 哎,点join,哎,对吧,然后呢,哎,join,我们写一个,哎,base,哎,dir,对吧,哎,base,dir,哎,后面呢,写一个,就到, 在这个下面呢,my dear,对吧,my dear,啊,那么,这样的话,这是他默认的存储啊,就是,你默认的,你通过后代文件,你,你点击上传文件的话, 将过默认的话,就会把文件呢,给你存储在你my dear,root指定的这个目录下方,对吧,这个目录其实是不是在我们的将过服务器上面, 对吧,你这个my dear,root,啊,你就是在这个将过服务器上面,啊,那么,这方面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这个服务器上面,啊,他的,硬盘的容量呢,是,有限的,啊,有限的,啊,就是,你能存多少文件呢,取决于这个服务器的, 本身硬盘有,多大,啊,有多大,啊,那么,对于一个电商网站来说, 他里面的这个图片呢,哎,是很多的,啊,是很多的,那么,这样一方面呢,哎,他存储的最大容量, 就会受这个将过服务器,他所在的这个电脑的硬盘容量呢,一个,哎,啊,限制,啊,一个限制, 那么,所以呢,在做我们这种电商网站的时候,啊,在保存关键的时候, 我就不能把它保存在我网站的服务器上面,啊,通常呢,就会有一个单独的,哎, 机器呢,去保存文件,哎,叫做,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一个文件存储的,哎,服务器,啊, 就在这里面,文件,哎,存储,服务器,好,那么这个文件存储服务器,呢,哎,你在这里面, 你请求上传文件的时候,那么,到达我这个将过之后, 我就不保存这个MediaRooter下面了,哎,我要把这个文件呢, 给你放在我的文件存储,服务器上,啊,文件存储服务器上, 这个文件存储服务器上面呢,它就专门呢,去保存这个,哎, 我用到的一些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存储服务器呢, 我们选择的就是这个FastDFS,FastDFS,首先第一点呢, 你看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啊,那么它里面呢, 我们说最终啊,FastDFS,它呢,在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 最终是由这个Storage Server来保存的,对吧,Storage Server呢, 其实呢,每一个Storage的Server呢,它呢,我们说在这里面呢, 它其实呢,有了一个分组,组之间的机器呢, 可以呢,进行一个相互的备份,好,不同的组之间呢, 它保存的这个文件呢,是不一样的啊, 假如说突然间有一天,哎,我这,我这里面整个里面呢, 这个存储容量不够了啊,不够的话,它的扩展呢, 是很方便的啊,它只需要在这里面再去加一个, 哎,相应的组,哎,就可以呢,扩大你的这个容量啊, 扩大这个容量,哎,所以呢,这方面呢, 它呢,可以呢,去解决这个啊, 海量存储的一个问题啊,海量存储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呢,扩展这个容量呢,是很方便的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Storage Server里面呢, 还有一个特点啊,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我们也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呢,我客户端要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的话啊,假如说现在呢, 我们有两个用户,有两个用户啊, 这里面呢,我有一个用户,用户A, 那么用户A里面呢,他要上传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呢,在他那边呢, 叫做A.Tags啊,A.Tags的里面呢, 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比如说我就简单写一点, 写一个123456ABC啊, 这是我要上传的A文件的内容, 那么用户A呢,再去上传完这个文件之后, 哎,这个Storage这边呢, 最终在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注意啊,他不是说你上传的文件的名字叫A, 我保存在这里面,他就叫做A.Tags啊, 他呢,在去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会对你这个文件的内容呢, 给他,哎,取他的哈希值啊, 取他哈希值,哎,哈希, 那么这是一种算法啊, 我们说呢,他呢,哎,可以呢, 对字符串的内容,哎,取他的值, 这个值呢,哎,是一个不同的字符串啊, 你取出来这个值呢,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唯一的啊,就相当于,哎, 这个东西呢,就跟是唯一的值啊, 我们把它叫做文件的指纹啊, 文件的指纹,哎, 就就,你可以通过这个哈希值呢, 就可以唯一的去确定一个文件啊, 那么他在保存文件的时候呢, 他就会对这个文件内容,哎, 取他的一个文件的指纹, 然后呢,根据这个指纹, 再结合你这个Storage的IP, 还有一些随机数, 把它生成一个唯一的文件的名字, 就以那个名字啊, 把它保存在Storage上面, 然后呢,再把这个文件的名字呢, 给你进行一个返回, 好,有了他之后有什么作用啊, 就下面呢,再来一个, 又有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呢, 他叫做, 用户B, 用户B里面呢, 也要上传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在他那边呢, 叫做B.tax啊, 但是这个内容还是123456ABC, 好, 那么这个时候B再去上传这个B.tax文件的时候呢, 哎, 这里面再去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要做注意啊, 他就不会把你这个B的内容呢, 再给他拿过来啊, 因为呢, 他事先也是对这个文件内容呢, 去做一个取指纹, 取指纹之后啊, 经过分析, 发现这个里面呢, 已经有一个同样内容的文件啊, 已经有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文件, 他就会直接把这个文件对应的名字呢, 给你返回啊, 给你返回, 给你返回, 其实呢, 这个同样内容的文件, 在我们的FastDFS系统里面呢, 只存储了一份啊, 只存了一份, 哎, 这是他的另一个特点啊, 另一个特点,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简单做的一个啊, FastDFS他的一个介绍啊, 那么FastDFS里面, 你要知道的这个Tracker啊, 跟踪的服务器, 还有这个Storage啊, 那么这边呢, 哎, 你知道了解完这个FastDFS之后, 发色, 关于FastDFS, 你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啊, 就是他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首先他解决了这个海量, 哎, 存储啊, 海量存储的一个问题, 并且呢, 他的这个容量扩展呢, 很方便啊, 就是存储容量, 容量, 那么哎, 扩展, 方便啊, 换量方便, 哎, 你只需要去加这个Storage server就可以了啊, 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解决的是这个文件, 内容, 重复, 哎, 这样一个问题啊, 相同内容的文件, 在我的这个FastDFS里面呢, 只保存了一份啊, 只保存了一份, OK, 哎, 这里面是你需要呢, 知道啊, FastDFS它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这里面我们是需要大家知道了啊, 然后, 那么呢, 其实呢, 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啊, 那么其实呢, 这个百度的网盘啊, 他给你这个网盘的空间呢, 给你提供了五个T啊, 给你提供了五个T, 其实呢, 这个你的网盘呢, 没有这个五个T啊, 尤其是他给你提供的这个功能, 有一个叫做秒传的吧, 那么秒传的话, 他怎么做的啊, 其实呢, 你的速度只有那么快吗, 没那么快啊, 就你再去点击上传的时候, 他会先去看他里面保存的文件呢, 有没有内容跟你一样的啊,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直接就跟你拿过来了啊, 这就是他秒传功能一个实现啊, 其实本质上就是对文件的内容呢, 去取他的一个指纹啊, 不同文件内容, 他的这个指纹信息, 也就是唯一的那个码, 他是取出来是不一样的啊, 你上传一个文件的话, 他就会先对你这个文件取指纹, 然后看一下他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把这个文件呢, 直接给你拿过来啊, 直接给你拿过来, 其实呢, 他网速不是秒传啊, 不是秒传, 这里是他秒传功能一个实现啊, 然后呢, 其实呢, 你的所谓的百度云盘里面的五个T呢, 其实你很多文件呢, 跟别人呢, 是共享的啊, 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五个T的啊, 只有在你上传一个文件, 只有在你往百度云上上传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其他人的, 哎, 百度的云盘上面, 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才会给你做一个新的上传啊, 新的上传啊, 这里面你知道啊, 这里面就文件内容的重复啊, 文件内容的重复, OK, 这是我们最终啊, FastDFS里面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你需要呢, 去知道啊,